电子艺人陈奕涵不是跑到这个菲律宾长滩岛去过他30岁的大寿啊 做一堆很疯狂的事情还跟不认识的男生在那边玩亲亲吗 应该是生日过得很过瘾吧应该也大蛋海鲜吧 很多人喜欢去长滩岛那么去了点个龙虾来吃 结果依次啊因为有旅客呢看错了标价 把每一公克128块钱的龙虾误当成了每一只128块 哇这个差大了他本来以为说啊弹丢啊弹丢啊大事一顿结账的时候呢 这个龙虾加餐费加一加六千七 他身上带的现金根本不够最后闹上警察局差点回不来 比手画脚讨价还价来来来活跳跳的龙虾可是长滩岛的特产非吃不可 这是我们要吃的龙虾 润金称两进进计较看看标价就知道龙虾活着和新鲜的都是称重计较 我觉得是既客啊因为我朋友在做海鲜店啊然后有时候就会他就会看他把龙虾放在称子上面 台湾龙虾以客计价几乎都是公开的秘密 但是却有台湾旅客却因此差点回不了台湾 一次因为看错了标价把每公克128元的龙虾误当成每只128元 保餐一顿后好尴尬啊因为龙虾重达3.7公斤总价4千7 连同其他餐点费要6千7百元 现金根本不够闹上警局 原本五天自由行每个人不到两万元 却因为看到餐厅吃到饱开心用餐以为赚到了 却没有仔细看海鲜龙虾另外计价 这顿龙虾大餐进了警局也从始计得 龙虾不是以知计算而是称重算钱的 中间新闻正人中黄轩台湾报道